那么今天的最新消息 国民党是在早上针对2020选举的党内初选 举行了参选人的一个座谈会 可以看到现场郭台铭 张亚中 以及这个还有周西伟都是亲自出席了 但是韩国瑜和朱立伦只派了代表来 那么党主席吴敦毅也是特别出席致意 但他在简短致辞之后就离开 并没有参与座谈会的讨论 那么关于这场会议 我们也会持续来为您关注 下面看到 6月19号是新北市板桥大关社区拆迁的最后期限 那么由社区居民组成的自救会成员 10号晚间7点多 是无预警地突袭了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官邸 诉求是希望能够专法安置救救他们 期间几度与警方发生推挤冲突 场面紧张 不过苏贞昌当时并没有在官邸内 新北市板桥大关路社区居民 因为多年来面临家园被强拆的命运 特别组成大关自救会 希望台当局提供完善的安置措施 10号晚间 20多名自救会成员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官邸门前陈请 期间几度与警方发生推挤 警方也三度举牌 警告自救会成员属违法集会 命令立即解散 整起抗议历时近两个小时 最后警方已带回一人进行保护管束告终 事发时苏贞昌没再官邸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表示 大关小区拆迁事宜 全权交由退府会处理 希望居民理性对待 以这个安理为例 在过去段时间就不会 也做了非常努力的沟通